好 欢迎回来 下面呢我们继续讲解现场安全防护制度 整个这个小学呢只考两到三分 这个也是同学们呢要留意控制好时间的 第一个内容是有关专项施工方案的问题 法规呢考一道题 但是实务呢必定会考案例 所有的专业实务都必考案例 所以说有一道大体里面一定会有专项方案的内容 分布分下工程分两类 危险小的边安全技术措施 危大工程要单独边方案 那么哪些工程属于危大工程必须单独边方案 这就是这个知识点呢最关键的一个基础问题 有些女生呢一听就慌了 陈老师我从来没下过工地 我哪知道哪个危大哪个不危大 那么危大工程呢是法律直接规定 它不需要你下过工地 甚至呢不需要你看过图子 总共呢是六个 考试的时候呢 写四个 为你漏掉了哪两个 那么这里面呢要背下来 第一个是积坑知乎与降水 第二个呢土房开挖 第三个模板 第四个启中叫庄 第五个小手架 第六个拆除宝破 第二段 方案的编制 每一个方案 它的内容都是法律规定 有一个模板在那里 那么这里的七句话 考试的时候呢一般 写六句 问你漏掉了哪一句 你就很愉快的回答 漏掉了计算书和相关图子 这是这一段的最关键的问题 今年这个二线的水利呢 他考的一个案例啊 他专项方案 他考了三个小问 编制的范围 他写两个 我也漏掉了哪四个 方案的内容 他写个 包括工程概况 编制一句 我也漏掉了哪几个 后面的三到七 全部让你背出来 这个呢就 有的时候难度的有点大 所以初期的老师呢 还蛮任性的 第三段 方案的编制和审查 他不是项目行为 而是企业行为 由企业的技术部门 主持编制 签制呢 应该是三个老总 分包的总工 总包的总工 还有总监 盖的章 不是项目章 而是单位的工章 所以这个签制的呢 是企业的总工 并不是项目总工 这个来同学们要留意 对于超规模的 微大工程 总成包 组织 专家论证 专家方案 应该是 先签字盖章 后交给专家 这个先后顺序呢 不要被返了 以前是先论证 后签章 现在呢 已经调整成 先签章 后论证 专家 是从行业协会的 专家库 APP里抽人 还是 住建部门的专家库里 那么这个呢 应该是主管部门 专家库 从这个APP里抽 几个人出来 不得少于五人 与工程 有厉害关系的 比方说 设计院的 设计师啊 这个 施工大妹的 这个总工啊 他不得以 专家身份 去参会 方案论证的本质 实际上是把它 从企业行为 上升到了 行业行为 我们在工地上呢 搭着小手架呀 装着卡掉啊 干多了 总以为 没什么了不起 但实际上呢 在法律的眼里 他根本就不相信 你一个项目的 技术实力 要求 企业的技术一把手 对方案呢 进行打官 规模超 稍微大一点 比方说 二十几米的升级坑啊 这个什么 三十米的 落地脚手架呀 他要行业里 最顶先的五个专家 那么帮助企业的 技术一把手呢 共同对方案 进行把关 所以实际上 已经是一个行业行为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方案的交底 交底的方式呢 是书面交底 足迹交底 很多同学 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方案的编制人员 或者项目总工 应该向现场的 工长 班组长这些人交底 那么现场的管理人员呢 再向有关的 作业人员交底 交底人 被交底人 专三聚员 三方要在记录上来签名 施工单位 在现场的显著部位 要进行公告 公告 危大工程的施工时间 具体责任人 在危险部位 要进行警示 这两个东西呢 不要被转了 显著部位公告 危险部位解释 施工单位 应当严格按专项方案 组织施工 不得擅持改方案 如果因为设计 规划的调整 确实需要改方案的 那么修改后的方案呢 要重新进行审批 重新呢 做专家论证 施工单位 对危大工程 施工作业能源 要进行登记 防止 有人失踪了以后呢 都不知道 项目负责人 在现场呢 必须履职 专职安全员 要负责方案的 这个现场监督 验收合格的 随签字 项目总工和总监 两个人签字 方可进入下达过去 第一题 关于专项方案 说法正确的是 A 机坑降水 混凝土浇注 厨房回填 塔架拆除 交走架 给你一堆 工程 要求你能够区分 哪几个是危大 哪几个必须编方案 机坑降水要吧 降水方案 混凝土浇注呢 这个不属于危大 土方回填呢 不是 土方开挖室 回填不是 塔架的拆除呢 这个要有方案 安装拆除都要有方案 交走架呢 交走架要有方案 这个呢 要特别的熟练 最基本的 B 每个方案都要有计算书和相关的图纸 超规模的情况下 总包要组织专家论证 完全证明 项目经理 作为施工项目第一安全责任人 应该在方案上签字 这个呢 没有法律根据 项目经理是一个管理岗位 它不是技术岗位 你比方说有一个爬架 施工组织设计里边呢 这个爬架 可能呢 施工最高峰的时候 离地有四十米高 同时有十几个工人 二十几个工人在上面作业 让你去签这个方案 你不怕吗 你技术上你并不懂 并不在行 所以呢 牢牢的记住 三门课里边 最重要的是法规的第六章 安全 而安全教材中写的几十页字 最重要的就是记住一件事情 虽然你是第一安全责任人 但是呢 自始至终 这个安全方案上的需要你签字的 没有的 都是项目总或者企业总 工的事情 微大工程需要进行第三方监测的 比方说这个基坑 需要做第三方监测的 那么建筑单位呢 应当委托有设计资质单位 进行基坑监测 这个呢 是教材220页的内容 同学们有时间呢 可以自己呢 稍微翻一翻 这里呢 错在设计资质 应该是有勘察资质的 他负责的这个基坑的监测 勘察资质 以微大工程在抢测结束以后 建筑单位呢 应当组织工程恢复方案和后平均 这个说法呢 也是对的 好 那么有时间呢 希望同学们把教材的220页来 还是好好地翻一翻 第二题 某大型工程 基坑知乎施工前 项目部 你安排专项方案 安全施工技术交统 正确的是 A 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 应该向项目进行交统 B 方案编制人员 应当向现场管理人员交统 负责项目管理的技术人员 应当向作业人员 直接进行交统 以交统记录呢 无需专程安全签字 那么这里面说法正确的是B 所以书面交和足脊交 这个两个层级呢 上面一个层级是谁对谁 下面一个层级是管理人员 对作业人员 这个呢 要非常的清晰才可以 好 接下来我们就学习 安全防护和安全费用 安全防护在二级法规中呢 几乎没有考过 同学们呢 也是了解的内容 首先 哪些地方要设置警示标志 有危险 才警示 比方说 击坑的边缘要警示 防止你摔下去 击坑的底部不需要警示 你的已经摔在那里了 还能往哪摔呢 现场的进口要警示 提醒你进入施工区域了 出口不需要警示 脚手架要警示 因为经常会有东西掉下来 临时用电要警示 但是临时用水呢 不需要警示 仓库要不要警示 关键看仓库里放什么 仓库里放炸药柴油 那当然要警示 仓库里放黄沙水泥 那就不需要警示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 概念要精确 其次考建筑实物的同学 你一定要有一个优敌 就是建筑实物案例中 考这个警示标志 它考得比较专业的 警示标志的分类 警示标志的具体要求 你比方说危险品仓库 你门上 你可能要有图形标志 就是画一个火灾的火苗的禁止符 下面的写四个字 严禁烟火 你这个配件间 可能门上要有一个闪电的标志 下面写着有电危险 就图文结合 这种具体的一些要求 都要求你非常的专业 理解要到位 第二个 就是现场总评的布置要求 最基本的就是办公生活区和作业区 必须要区分开来 而且要有安全的距离 办公生活区本身是可以合并的 只是说和作业区必须分开 这个是出于安全的角度 第三个 现场的零件 如果采用装配式活动房 必须要有一张证 这张证件的名称 一起考试了考过两次 是叫做产品合格证 第四个 施工现场的这个封闭围挡 如果是跑车的 城市主干道 那么应该两米五 有一些这个腐路啊 就是不跑车的地方 那么围挡的一米八就够了 这个来要注意区分 都是关键数据 好我们下面的举个例子 安全监管部门 在一个位于市区腐路的项目施工中 发现了如下的行为 圈一 临时用电设备四台 总容量啊 五十五千瓦 无用电组织设计 但是编制了安全用电和电气防护处施 圈二 现场办公区生活区混搭在一起 批林坦列 圈三 现场的安全网安全神 找到了生产许可证 但是呢 没有找到产品合格证 圈四 三个电工 没有资格证 圈五 现场办公室 采用了装配式活动房 总监呢 在里边待了两天 就哮喘 送到医院急救去了 结果一查呢 这个办公房呢 甲权超标 再一查 没有产品合格证 圈六 现场脚手架出入通道口 没有设置紧直标志 圈七 现场使用采钢板连续为挡高两米 请你指出 里边哪些不符合要求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圈一 这个呢 积电食物呢 特别喜欢考 要不要编用电方案 法律的规定是 用电设备呢 如果是超过五台 那百分之百要编 这个用电的组织设计 如果呢 只有四台设备 这时候要把每台设备的 它的这个容量呢 把它超下来 加总 如果说是超过五十千瓦 也要编用电组织设计 现在呢是两个数字都不到 四台三十五千瓦 这是不需要用电组织设计的 所以这个圈一呢 没问题 但是要编措施 圈二 办公区和生活区 不需要分开 只是离作业区远一点就好了 所以二也没问题 三当然有问题 三是有问题 四当然有问题 五当然有问题 六当然也有问题 这个七呢 两米高的围挡 注意大前提 四取腐度 一米八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两米呢 没问题 同学们 这道题就是提示大家 将来你证件考出来以后 担任施工项目经理 你对整个工地的这个安全 大致要站到哪个层面 最核心的东西 一个是人 一个是物 那么人 高危岗位的 要确保 全部是辞政上卡 不能是马路游击队 第二个呢 物 要确保 他该有的证 都是有的 因为出事情的这个物啊 他都是证件不全的 出事情的人 也是证件不全的 道理呢 要把它想明白 那么最后呢 你还记得住 工地上钱是最重要的 有钱才能够保证 人和物的安全 没有钱 这些事情呢 就都谈不上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谈一下钱的问题 首先 安全费用 以工程造价 作为具体的依据 建筑水利 两个点 市政 积淀公路 1.5个点 矿山的2.5个点 你考哪个专业 那么哪个专业呢 把它背给收 比方说 有一条三个亿的公路 安全费用呢 应该是450万元 安全费用 列入工程造价 由招标人 在招标文件中 事先把它给算好 确定起来 投标的时候 你就在下滑线上 填450万好了 填低的也没用 反正它不平标的 最后给你打钱的 还是按450万在打 所以这个安全费用 是怎么算出来的 是招标人算出来的 不是你来算的 接下来 钱算好了以后 那么就是打钱的问题 这里呢 两个文献呢 讲的不一样 示范文本讲的是 发包人应该在开工进场后28天 一次性把这笔钱的一半打进施工单里的掌握 剩下的一半怎么打 剩下的一半呢 由项目部每个月报进度措施 下个月我要哪些地方还要打点脚手架呀 什么东西要搞 要买一些什么安全防护设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报上去以后总线签字 签好字了以后呢 业主把这个钱放在进度款里一起打给你 接下来就是清单计划规范 他说的完全不一样 进场28天 发包人不是把总数的一半打到你上上 而是把当年要用的钱 他的60%打进了掌上 所以这里呢 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当年 一个是60% 其余的部分呢 跟上面讲的一模一样 都是每个月报计划 每个月呢 给你打钱 知道怎么打钱了以后 那么接下来就是学用钱 安全费用应该用在安全上 包括安全设施 安全环境 安全条件 收到钱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买辆车 或者说是改善时常的伙设条件 那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具体的呢 有九个 八个方面 这个呢 对大家要求不高了 两句话 不包含三同时要求 出席统路的安全设施 第四个 不包括新建 扩建项目的安全评价 这笔钱呢 他有专门的钱 这个事情呢 是业主做的事情 不是你施工队做的事情 而不是你做的事情 你当然不能赚钱了 那么用钱呢 还要优先满足什么 优先满足监管部门 对安全生产提出的增加措施 施工单位 如果挪用安全措施费 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 则令改正 罚多少 罚挪用部分的 二十到五十 好 最后 业主把安全费用 是打到总包的账户上 总包对这笔钱呢 使用负总责 然后总包呢 按照跟分包之间的约定 把相应的费用呢 付给分包 如果总包脱窃 导致分包 不能及时落实措施 发生事故的 这时候总包呢 要承担主要的责任 分包承担次要的责任 好 第二题 关于施工企业安全费用 说法正确的是A 建筑工程与市政工程 安全费用的提取 标准相同还是不同 不同 一个是2 一个是1.5 施工企业投标的时候 安全费用是竞争性 还是非竞争性的 是非竞争性的 施工企业 以建安工程造价 作为安全费用的具体依据 完全正确 施工企业的安全费用 能不能用来支付 塔吊啊 或者说是 汽车吊的这个租金啊 不可以 但是可以支付检测费 这个吊车的检测费呢 它是属于安全支出 所以这些事情呢 都关键靠理解 好 我们下面呢 再了解一道题 某项目落实的安全费用 100万 施工单位将其中5万 用于工人甲的一次性商餐赔偿 1万用作椅丸工程和设备保护 并且花了2万买安全网安全帽 5万用来支付甘管小手下的租金 1万用作应急医院培训和演练 3万用作夜间施工和东雨季施工措施 万以施工单位违法罗用的安全措施费 总够是多少钱 那么各位同学 尤其是没有下过工具的女生 你要记得住 工具上的归费 它最大的原理就是专款专用 业主打给你的每一笔钱 都是会指定用途 有留言的 你就按照他指定的用途使用就可以了 那么原理懂了以后 这个题就变得特别的简单 第一笔钱 伤残赔偿 有没有用在安全上 它既不是安全设施 也不是安全环境和条件 所以这笔是被挪用了的 应该是工商社保来赔这笔钱 第二个 以完工程设备保护 这个是不是安全防护的内容 比方说做好的吊顶 用棉布把它包一包 刚刚装好的电梯 里边三颗板把它给包一包 防止被功能进进出出 磕坏了 这个显然不是安全防护的内容 它有它自己的钱 叫做以完工程和设备保护费 专门有一笔钱 然后两万买安全保护安全帽 这个当然是用对的 支付钢管小手下的租金 那么同学们 这个钢管上面占了人作业的 它有一笔钱 叫做作业措施费 这不是安全防护的内容 如果这个钢管 是放在基坑边缘 做维护用的 没有人作业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安全防护费 所以钢管呢 要关键看用途 第五个 应急医院培训和演练 这个当然是用对的 第六个 夜间施工和东宇基施工 他有他自己的钱 所以这里边被挪用的是 一二四六 总数相加十四万 然后呢 再问你 助建部门查到以后 罚施工队应该罚多少钱 罚罗用部分的二十到五十 也就是十四万去乡成 应该是两点八万到七万 整个这个事情 它的来龙去脉 在老海上的过一遍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留了两个案例 给同学们呢 主要是考建工实务 和施工管理的同学 大家呢 自己呢 看一看 答案呢 都写得很清晰 因为法规呢 不考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上课呢 这个内容呢 就把它跳过去 不讲了 不讲了 自己看看答案就行 谢谢大家